歡迎大家回來第三百三十七集的《只要有電影》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頻道 幫忙訂閱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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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兩集先後講了鄭沛沛的離世 比較了大聚合裏面的她飾演的金燕子 和張徹的金燕子裏面的金燕子 接著講大開眼界 很感謝很多網友給我們 再一次回應一下關於大聚合 金燕子 龍門客棧上映時的票房 亦有網友很堅持她自己的記憶 其實我沒有什麼堅不堅持 因為第一 我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記憶 還有我都要指出 其實記憶有時我經常會犯這個錯誤 真的以為自己記得很清楚 但原來記憶真的不可靠 以為自己記憶得很清楚的東西 因為當時已經有一個混亂 然後一直以為這個記憶是正確的 另外雖然現在網絡這麼發達 但關於過去的資料 特別是香港 香港從一開始基本上就不喜歡保留東西 更何況歷史的發展 不同的形勢 不同的政治局面 逐漸很多記憶 很多歷史 很多真實都被開始刪除 又或者是被顛倒 當然這不是在我們剛才說的幾部電影 但因為資料沒有一個有系統的保存 即使是香港電影博物館 電影資料館 有沒有保存這些過去這麼多年來的票房紀錄 是沒有的 因為當時民間都沒有保存 甚至現在我們即使有一個網頁 寫著中國的票房 其實都差不多是1968年開始 1968年還是1969年開始 它每年都有一個香港電影票房的排名 但陸陸續續發現 那個排名有時都不準確 那些資料都有錯漏 因為我們另外找到一些民間保存的資料 變成兩個人相信誰呢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能夠找到這麼多說 但我都希望大家會明白 我們很難去確實 很篤定地說這個資料是正確無誤的 我只能夠說 我只能夠憑自己的common sense 或者憑自己的經驗 覺得哪些是相對上比較值得相信的資料 譬如我上兩集說到龍門客棧的票房 拉美歐找到一些資料 那些資料我雖然沒有在節目裡面說 因為似乎好像很climsy 或者很流暴 所以我就採取了那個說法 說龍門客棧香港放映的時候 我確認了他有兩次公映的 我自己都記得的 首映之後其實再隔了一年左右 觸不觸一年我都不太清楚 接著他會再重映 其實這個重映 在很短的時間裏面 一年半載之間重映 這個習慣其實以前都很流行 由這個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不知道 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很流行 而且重映都是一些那時候 比較受歡迎的電影 票房紀錄比較好的 中西都有的 因為可能片緣不夠 他要攝錡 又或者有些電影突然很差 他要落畫 就要攝錡 例如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天師捉妖》 那個電影真的很有趣 波蘭斯基的《天師捉妖》 首輪的時候 其實他一點都不賣座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經常用來攝錡 但誰知道每攝一次 就越賣座過一次 我記憶裏面 起碼《天師捉妖》 是重映或是二輪 都做過至少三四次 甚至四五次 例如一些受歡迎的戲 例如《兩小無差》 就是《Melody》 那是一個很好看的青春片 那戲只重映了三四次 每一次都很好收 所以我得出來的資料 就是收了二百多萬 有個網友很堅持 這不是一個正確的資料 但是他也是用一個記憶 其實我沒有反感 也沒有特別針對這個看法 我只不過想告訴大家 這是我們在研究香港電影 特別是 那方面的一個限制 一個局限 關於《龍門大棧》這個資料 我從哪裏得回來的呢 我再查再查 其實是一個blog 就叫做《戲院志》 《雜志》的字 因為那個blog主 就是一個我認識的朋友 叫做王夏柏先生 我認識他 一直都有看他的blog 以及他的著作 他是一個很勤力 也很專注於收集 以及research 關於香港過去的電影 香港過去的雜誌 香港過去的戲院的一些記錄 即是無論是中外都會這樣 這個資料 即這個數字 其實是來自他的網頁 因為我認識他本人 他是相當誠實 和相當踏實的一個researcher 他也出過幾本書 基本上都是資料性的 其實也挺豐富的 都是來自他自己本人的collection 或者他也有一段時間 是在資料管做的 所以我覺得他relatively 或者largely 對我來說 是值得信任的 所以我就拿了他提供的數字 就是這樣解 所以到最後有沒有定案 我都覺得很難 我都不能夠說 因為我相信王夏柏先生 所以我就覺得 他一定是100%沒有錯 但是沒有人夠膽說 是說自己在這方面 是100%沒有錯 除非真的我們找到一個 經過核實 經過可能是對比 然後很多羅列到 很多不同的sources 我們就可以確立 某一些資料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我就想說 而我也都一定要承認 就是我基本上 其實我說話 特別是在節目上 我經常都會犯錯 經常犯錯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 當然我準備不夠仔細 也有時候 我口就這樣說 但我實際上 基於時間 基於自己的能力 有時候那些核實的資料 有時候會 沒有再三核實 又或者我的記憶力就差 又或者我甚至 就算有時候 譬如有筆記 看 我的字都很了 我經常都是看回 我都不知道自己寫過什麼 或者看不清楚自己寫過什麼 我也都要承認 我的眼睛不是很好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犯一些 資料上的錯誤 而且有時候講起上來 講一下那件事 是我沒有做preparation 因為隨口說出來 聯想起地說 所以我是很不介意 也很歡迎大家指證我的錯誤 而這件事我只能夠盡力 盡力去提醒自己 不斷提醒自己 但我不是一個藉口 這是一個所謂的 人性弱點 就是一個人性弱點 我只能夠抱著一個宗旨 我盡量做好一點 如果有錯我會承認 也不需要用這個錯去攻擊我 你可以批評我 但沒有必要攻擊我 也不會因為這件事 我會被你激倒 這不是硬的 我只不過是把一個客觀的情況 主觀的局限 跟大家分享 我只是說 去到這個大開眼界 有兩點我想補充一下 第一就是關於面具 我上次分析裡 我都留了強調這件事 有些觀眾都提出很好 他們有提醒我這件事 提出面具是電影的重要性 因為我都說過這件事 很大程度是有關假裝 有關虛偽 偽善 無論是人物的偽善 上流社會的偽善 或是男女主角 本身的真實生活 一種偽善 這當然我不能確立 但我只能提出一個這樣的角度 但無論如何都都相關於 他戲裏面的面具 那個作用 所以很感謝網友提出來 我漏了說 另外就是關於 最重要的一場中間 神秘派對 亦點出了這個派對 本身不是我們所謂的 是一個天體會 狂歡會 荒淫無道的聖派對 而MORE是一個秘密的組織 一個神秘的組織 而且這個組織 你看得出 Kubrick已經不是暗示 因為整件事一進去 那個氣氛 真的跟外面的城市 現代戲裏面的時間 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像突然走進時光隧道 不單止那個地方 是遠離市區 而且一進去 無論是音樂 無論是服飾 那些人的 就算那個面具 都是很古典的 一些面具來的 不是鬼五十六 即是現在的化妝 沒有那些面具來的 他們的禮物 所有這些東西 都好像進入了一個中古的時代 一個很遠的時代 這件事也是跟宗教的氣味 那個意味很隆重 所以其實那個氣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這裏 就是說 無論那個派對 是代表了什麼都好 但是那一種東西 其實是源自什麼呢 其實是源自人類的歷史 人類對宗教的膜拜 人類對宗教的畏懼 又或者是人類利用宗教 去令到它的信徒 有一種畏懼 亦都可以是利用宗教 作一些evil的行為 就是我覺得這樣 甚至是原來是 無論你宗教怎樣的模式都好 其實你是無法壓抑到自己的內心 一些暗黑的慾望 這也是跟這場戲的 甚至當然也有時候 其實over the years 很多人解釋 這是否叫做共濟會 這是否叫做光明會 這是否叫做光明會 這是否就是 甚至 都有人提是否 是否是 Tom Cruise 即是讀信的科學教 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組織 全然都是傳說中的組織 好像是有 好像有很多確鑿的證據 但是始終它保持 它那個神秘的本質 甚至是 我們都不知道真正 我自己當然沒有做過研究 但是亦都好像 都是被目為一些 有很多人目為它是邪教 但是譬如Hollywood 也很多人 譬如Tom Cruise 他都一直在讀信 都很多人說他這件事 我最近 我記憶之中 就是 他應該是很幾年之前 很reason的 兩三年前 他公開說 他已經脫離了 科學教 就是這樣 這些全部 我覺得都是 Kubrick 以有所指的地方 但是當然 我好像上次所說 Kubrick 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他永遠保持開放性 你們都可以說他聰明 他永遠不會是 這就是等於誰 這就是等於誰 而是他提供很多 open ending給我們 提供很多的可能性給我們 去做一個不同的演繹 但是我們去演繹的時候 我們要很小心 就是不要 雖然他可能以有所指 令到我們聯想很多東西 但是那些東西 第一 我想 即使我舉例 我提出 他對Tom Cruise的本身 就是那個姓的身份 有沒有是以有所指 呢 他們那個真實的婚姻生活 其實都是一個偽裝的婚姻生活 是不是有沒有以有所指 但是我都要承認 都要說出來 這個是很純粹一個個人 某些的日測 某些的projection 我都不能夠說是作為一個 而且他跟電影的評價 可能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甚至沒有關係都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 我一直強調的就是我們要正確 我們要很清楚 說一些東西給我們聽 我不是要做權威 而是我即使有任何的 討論 一定會表明得很清楚 我的論點在哪裏 我的證據在哪裏 這是希望我自己都可以一直保持的 回到這個星期 為什麼呢 這個星期 因為我這個星期一直都在看 這個彩原的電影 所以其實沒有怎樣看新片 也覺得新片沒有什麼 是我很有興趣 或者很想看的 比如Super Hero的戲 我已經放棄了 我不是很想看 除非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引起我的興趣 所以我沒有看死士與狼人 譬如有些動畫片 動畫片我都有看 我都看了叮噹 但是我又覺得 我沒有什麼很多的東西 或者很深的認識 可以說到叮噹 雖然我覺得他都蠻好看的 還有很有趣 因為他這次說 當全世界沒有了音樂的時候 怎麼辦呢 所以他叫做地球交響曲 發展了一個故事 重新把地球恢復有音樂 我覺得這個主題很好 但是看的時候 我又覺得 沒有很多的東西 我可以說到 無論是動畫的技法 我是很差的 很不認識的 我又不是一個叮噹迷 我知道我同輩 或者更年輕的朋友 都從小看到大 但是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我小時候 是沒有看過叮噹 因為我其實很早已經 脫離了電視 就是看電視那樣東西 變成我其實對動畫 對很多很出名的動畫 其實我都沒有追蹤 所以我這方面 也是一個避免 但是看坐員的時候 又再觸動到我的感想 既然是這樣 我想借這個機會 再跟大家 再談一談關於粵語片的問題 這個感觸是來自哪裏呢 就是來自有一晚 應該是放映清明時節的時候 有一位朋友 其實都認識的 他就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說他在回顧展裏面 看一兩套戲 他都覺得 特別是那晚清明時節 他又覺得 這個版本好像少了一些東西 就是他記憶之中 好像少了一兩個片段 就是這樣 他就提出 為什麼想不到一些比較好的片段呢 其實我都一再強調 就是我們真的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在獲取版權持有人的同意書 去locate版權持有人的下落 和盡量去爭取一些比較好的 可以放映的 在大人幕上放映的物料 或者是敲背 都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但是當然 到最後雖然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 這個不是誇獎自己 也不是一個藉口 我只是說事實露裂出來 因為這個是必須要做的 到最後其實很多情形出來 或者很多結果 都不是我們想像中的理想 都有很多的缺陷 例如這位觀眾提出來 為什麼會沒有了一缺的 其實這個問題是怎麼解釋呢 另外又引起很多的感想 而這件事也是我們喜歡語片 研究語片的朋友經常 都會在一起都有這個感嘆的 我立即浮起來的一個題目 就是今晚的題目 就是語片的苦難 和苦難的語片 這樣說好像很誇張很煽情 但其實真的不是的 也可以說苦難的香港 與香港的苦難 其實是一致的 剛才也說了 其實香港我們的文化 但是那個基礎是很薄弱的 一來我們一直都不是一個民族 也都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地區 也都很長久以來 是under英國的殖民地的統治 當然作為一個殖民地政府 它不會很care你本身的文化 而香港的文化 也都不是說有一個很長遠的基礎 或者是淵源 所以很自然就是 你可以怪責港英政府 但是他們沒有這個意識 至少他們沒有故意去刪除一些東西 這個已經很好 但是它不會保存 或者我們本身也沒有這個很強的意識去保存 這就是我們的天生 或者先天的一些 我們現在要suffer的後果 就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我們怪不到人的 當然這些可能由於整個社會的發展 由當時很貧窮 然後當時電影的作用 在社會發揮的作用 又或者電影本身的development 都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保存的問題 其實外國一樣有 只不過外國realize 原來他們早期的電影 是沒有這個好好的保存的意識 他realize 都比較早 還有很多都是因為 他本身有一個比較好的文化的基礎 一個民族的意識 和一個比較先進的制度 或者不要說先進 早點開始的制度 早點establish的制度 所以他在保存那裡 就比我們做得多很多 而這個保存不單是由政府開始 亦都是由業界自己有一個自覺性 他自己很尊重自己的art 自己很喜歡自己的art 帶到最後就普及化到國民的意識 都有一種這樣的認識 所以他們一定做得比較好 而且他們的科技文明又比較發達 可以動用的工具 動用的發明 都比我們走先了很多步 到我們realize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遲了別人很多年了 即使realize之後 亦都是因為政府的不積極 這個已經是殖民地政府的時候 已經開始是這樣的 他不積極 然後跟著官僚的意識 所以我們是落後了很多很多 以語片來說 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 我都不要說四十年代那些 更加那些流失 因為戰爭 因為貧窮 因為很多東西 是更加厲害 好少少開始慢慢多些的保存 其實不是保存 而是沒有被毀滅 沒有被消滅 就是由五十年代慢慢開始 但是因為那時候的需求量很大 社會真的沒有什麼娛樂 所以看電影成為一個最普遍的娛樂 也是很便宜的娛樂 它的量很大 語片一年可以是幾百部的生產 每一部的生產 即每一個copy 那時候排在院線 都不是很... 一條院線不是很多戲院 可能是十多間 由八、九間到十一、二間 或者十三、四間 已經很多了 那時候就是一個禮拜一步 一個禮拜一步 即需求量是這麼大的 然後他們做完之後 那些烤背又已經是要... 即是要運去 那時候海外市場很大 東南亞很多市場都可以去到 他們不會為了省 因為那時候貧窮 省得就省 所以運去海外市場的copy 其實那些35位來的copy 其實都是香港拍過的copy 那時候的放影機又差一點 又笨重 以及菲林經過放影機的放影 逐本逐本上 損毀的程度就會很大 即是一天五場 即是不斷拍 不斷拍 拍完之後已經是殘了 可能 殘不是因為他本身... 當然跟菲林的質素 即是那個化學物料 都有關係 那時候 所以變成一放影完之後 其實就算一個禮拜都好 他都可能有很多的花痕 很多的損毀 中間又會有幾格 諸如此類 再放去... 即是送去這個海外 就不會回頭 因為海外又是影完 還要寄給你那個費用 誰負責 影完就算了 賺完錢 蝕本都算了 這樣就丟了 也不會保存得很好 有溫度等等的倉 那時候也沒有這個科技的知識 所以經過一直的累積 這些魚片就是四散 甚至可能因為保存得不完善 而那時候的經濟條件 整個知識 很多時候會失火 很多時候會死人想樓 那更加會... 即是... 是沒有辦法找到的 那... 變成剩下的剪輯 就可能... 即是一部電影 可能真的剩下兩三個剪輯 接著又去了... 又不知去到哪裏 那... 那... 但他們的好處就是... 亦都不是說好處 即是幸運的地方 不知道... 我都... 這個我都搜尋不到的原因 那他們有一段時期 很喜歡把那些35米尼的烤背 縮印成為16米尼 所以就變成... 即是... 比較容易攜帶 即是... 即是這麼重的 比如九餅十餅的35米尼的菲林 動到這麼高 又很重 然後變成一個可以... hand carry的一個16米尼的烤背 那...當然16米尼有不同的放映 16米尼的放映機 我不知道這16米尼的出路在哪裏 但我就知道... 35米尼的縮印成16米尼的來源是怎樣的 就是來自西方社會 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因為35米尼真的很笨拙 很笨重 所以... 你沒有那個放映機是放不到的 你沒有那個大人膜 或者沒有那個焦距 沒有那個空間 你是放不到的 但一變成16米尼的 就真的什麼都很容易了 放映機又可以hand carry 烤背又可以hand carry 可以很細的空間裏面 只要關燈 放在白牆又可以 放在白布又可以 是一個比較有些規格的銀幕都可以 這是來自哪裏呢? 就是來自... 後來電影開始發達了 開始... 有它的年輕觀眾了 亦都開始進入了校園 電影的教育 開始進入了校園 校園的學生 因為要研究 因為要讀 所以... 他們的來源在哪裏呢? 看電影的來源在哪裏呢? 那時候也沒有開始有錄影大 要不就在電視上放 但電視的失真度很高 所以... Studio就看準了 不同的校園 開始有不同的所謂電影會 所以他們縮製成為十六米尼 就專門提供這些烤背 縮製了的烤背 就在電影學校 或者在校園的電影會裏去旅行 電影會經常搞很多電影放映 慢慢就... 也有提供 例如文化發展得比較好 例如歐洲 一些文化使館 或者半官方的 例如法國文化中心 歌德學院這些 都是政府背後 但在民間推廣他們國家的文化 在不同國家都有設立 半國家半官方的機構 又會跟商業性質的製作 或者是Studio 或者是Film Company 就買回一些電影 即是他們覺得優秀的電影 值得推廣 還有可能有一個民族特性的電影 就買來做一個所謂的 non-theatrical copyright 即是非戲院 非牟利的一個copyright 每年可能提供 向不同的地方提供一個名單 可能是由二、三十部提供到 甚至幾十部都不出奇 就提供給海外放映 在他們的文化中心 在他們的學院 即是私人性質的學語 即是中心去放映 又印上了英文字幕 變成我們民間的電影會 譬如我當時開始參加一些電影會 譬如火鳥電影會 或者再之前的大學生活電影會 都可以有這些渠道去借 就不用錢的 又不能收錢的 即是放映的時候 但放完呢 所以為何五、六年之後 或七、八年之後 就可以拿到這個新浪潮 即是杜魯福的四百戟 即是高達的斷尿器 這樣去放 所以但粵語片 我就不知道 它絕對那個渠道不是這樣的 但又知道另一件事 就是後來當有電視的時候 無論是開始有《黎的影聲》 即是六十年代初期 然後去到六十年代 六七年的時候就有TVB 那大量的語片 其實是提供給電視台 作為他們的節目放映 即是播出的時間 所以那時候的電視上 最高放映的語片 是一個主要電視節目的來源 所以是一晚可能放兩套 甚至是霸佔著整個黃金時間 八點鐘都會放語語場片 然後就可能晚上又再放一次 到他們那個播放的時間 是廣播到由放了公開始到半夜 或者到十一點鐘 然後慢慢廣播到 可能是早上又放 下午又放 甚至去到二十四小時 但是這些語片 就用來作為一個充斥著 這些放映的時間 就產生很久的作用了 也都可能他們由粵語片 去transfer到 那時候的所謂的錄影帶 初期的錄影帶 可能用一個十六米來 去轉 作為一個轉錄 就會是容易一些 我猜而已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那時候和 資料管 對不起 和香港國際電影節 做了這個節目策劃 我最初擔任的就是 香港電影回顧這一部分 而這個項目 現在香港國際電影節 已經沒有了很久 Anyway 我負責那一年 就是香港的六十年代電影回顧 是一九八二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八一還是八二 Anyway 我負責這個策劃 我都要開始去找片源 我很記得 我找的其中一個片源 就是一個 預片當時已經退休了 的一個老導演 叫做廟康二 廟是廟軒人的廟 廟是廟軒人的廟 廟康二 其實他是一個導演 而他專拍的是武學片 其實是一般的導演 但也是一個前輩 他也是做producer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買了 可能買了 有些魚片 可能他喜歡 或者什麼 他就買了很多魚片 特別是十六米尼的 烤貝電影 我就不記得 怎樣會認識到他 可能是通過不同的介紹 然後就知道 原來他有一個collection 他應該是住在 美麗都大廈 尖沙咀的美麗都大廈 都是舊 就是戰後舊的建築 我進去看他 有幾格的滷架床 好像應該有兩三張滷架床 上下格是擺滿了這些菲林 有沒有35米尼 都好像有的 但很多都是16米尼 那時候他年紀已經很老 我就逐步逐步找 或者問他 他很熟 有這部戲 有這部戲 國語片他也有 也有的 我想他可能會借出去 給一些會堂 或者給一些 鄉親組織 都不奇怪 就問他拿來借 借完就給回去 甚至他有跟我說 因為他年紀已經大 子女又不再是電影行業 而且都移民了 他都想移民 去跟隨兒子女 有問過 你願不願賣完我的影片 他也不知賣給誰 電視台也有了他的影片 他自然覺得 有多少收拾多少 但第一 我當時也沒有保育的意識 我沒有資格買他的影片 有可能 至少十部八部 我都買到 因為老人家很容易商量 但我買了 我擺去哪裏 而且那時候 菲林 會發霉 很多都 你保存得不好的話 因為那裏 因為那裏 因為菲林 本身那裏 就是那裏 都不太好 就會很容易發霉 再隔一年 我再做這個 朱石倫回顧展 巡劍回顧展 也走去找 又找到朱石倫 來香港的時候 組織了 首先他跟文華公司拍片 有一間公司 跟著自己 又組織了一間龍馬公司 然後找到文華公司的後人 又帶了我去他北角的一間 應該是黃都大廈的 因為我記得 那個大廈中間 就有一個 好像天井式的結構 又是帶了我去一間 一個單位 又是他老爸的 但那個單位 都是當倉的 裏面又是佈滿了 全部都是國語片 有大本有小本 但一進去已經臭到 還有酸到 因為那時候那些 全部都是燒酸 就是那些菲林 其實相當危險 因為燒酸太熱的時候 會自動著火 但我們都如獲至寶 很多我們聽過的 或者只是在文字資料裡有的電影 都看到 每天都看到片盒上居的名字 都是我們很想找來看的 又看到的 但其實我們那時候的同事很好 唯一的辦法就是 搬了菲林 搬了回去 那時候我們在新世界中心 就有一個辦公室 很大廈的 就搬了回去 就堆滿了一個角落 但其實是臭到不得了的 酸味是撲備而來的 但很難得那些同事都忍受了 但回來 就要逐個逐個盒打開 有些是已經融到盒都打不開的 有些一打開 就融了一半 結果整個影片裡面 我們找到一個完整的烤貝 這個完整的烤貝 如果我沒有記錯 也可能記錯 應該是《國雲》 即是這部電影 好像1948年 《佈萬倉圖》 很重要的一部電影 很大製作的一部電影 就已經是 算是很完整的 但也是二延片 即是蕭孫做的 有很多戲 我們相傳很想看 譬如好像 朱石倫的一部電影 一時間不記得名字 好像是《生死善之旅》 我補充一個 圖片資料的時候 會補充 還有他跟廢木先生合同的一部電影 都是一部電影 我們很想看的 《江湖兒女》 那部電影 就只剩下三部電影 另外有一部電影 不知是《人鬼神》之類的 朱石倫導演 又是剩下幾部電影 《八》、《九》、《九》都是發學物 發學品 所以你想想 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賣給電視的 就是由一個電視台 傳到第二個電視台 傳到第三個電視台 當然他們有競爭的時候 麗的也好 後來的ATV也好 和無線也好 都搶購 但是現在變了慢慢慢慢 到最後ATV也沒有了 ATV也倒閉之前 就賣給TVB 所以TVB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粵語片的倉庫 但是隨著年代 他們都不會是 作為一個片倉 因為佔據的位置實在大大 所以這麽多年來都是 交換到不同年代不同格式的錄影帶 最初就是一些很粗的四分三寸帶 拉尾又再交換到一些小一點的帶 到最後就是一些電子檔案 每一次的交換 其實都開始有些失敗 質素上高 本身已經不太好 本身已經是殘破不全 很多都 有損毀 所以為何後來 那些人會叫羽片 是羽殘片 就是這麽意思 中間他們保留的 可能開頭的原始的烤貝 無論三五或十六 都陸續 丟去垃圾桶 丟去垃圾池 甚至燒了它 我記得我認識一個很尊敬 很受影響到我的一個影評前輩 吳豪先生 他很喜歡收藏文物 後來只是把整個人去研究香港的文物考古 他那時又在TVB做事 做編審編劇 我記得有一次 突然聽到TVB把那些烤貝 他們說有沒有興趣 我們晚上在九龍城那裡 垃圾池那裡去執 但怎麽執 那麽多 你怎麽執 執了回去怎麽辦 然後聽到他可能有火觸 是否有火觸試過 我忘記了 但無論如何 這樣就不斷散失 然後有了資料管之後 才重新收集回來 其實資料管都很厲害 實際上他現在可以收集回來的藏片量 應該起碼有千多部 我正確的數字 我一時又沒有特別去查到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時間 看的東西只能夠很殘缺 你說保存 然後我們開始有了收復的觀念 其實收復 我都想另外匹一集說 但很簡單說 收復 你如果手上沒有東西 你怎麽收復呢 爛了的東西爛到融融爛爛 你怎麽收復呢 所以其實收復要講條件 首先就是他剩下來的物料 是什麽的物料 如果說電影烤背 當然是沒有底片 那些底片都不會覺得 底片是需要保留的 衝刃完的那些衝刃公司 和你保留了藥肝的時間 便便宜了 因為不斷有生產 他怎麽可以和你保留到那麽多 他最多保留到那麽多 你要不要 那些公司有時候 很多是一片公司 很多人撿了粒 很多都不知道去了哪些人 那不要便扔 他又不會覺得可惜 因為他們不覺得那些東西是我們的文化 那時候的觀念沒有 事實上也有很多粗濫製作 但粗濫製作也是文化的一部份 所以便完全散失 你沒有原本的材料 你怎麽收復呢 靠的是一個殘破不存的一個烤背 一個正片的烤背 你怎麽收復都沒用 到有彩色的時候 又慢慢氧化 所有的彩色變成粉紅色 你又沒有原本的底片 甚麼都沒有 晶片又沒有 即是Sound film又沒有 甚麼都沒有 那你怎麽收復呢 所以其實現在的雨片 是沒有辦法收復的 那你說 都可以進行做 那你拿原本的現有 我不理會是甚麼 無論是In existence 資料管是有35米或16米的烤背 就拿那些來做 那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收收補補 殘缺得很厲害的話 都可以補到一下 但是沒有了 失去中間的格數 突然間有一段戲沒有了 突然間有幾格沒有了 那些聲音跳了 你有甚麼辦法 沒有嘛 沒有就是沒有的 所以那個收復 就算 我不是說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不去收復 我覺得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更加需要去收復 去搶救已經是缺失了的東西 不要讓它再缺失下去 但是香港政府更加不會撥錢出來 撥的錢也很有限 現在電影資料管每一年 真正要去收復 因為收復也是很昂貴的工作 現在已經便宜了一些 但是仍然是很昂貴 尤其是精細的收復 變成它一年之後 可能收復到一套戲 兩套戲 或者頂了腦 我想三四套戲 又或者現在出現了一些 新的軟件 就是可以 它自動幫你去調整畫面的質素 就不需要去到很elaborate 逐格逐格菲林填補 去收復 就是這樣 那是快捷很多 亦都好像比較簡便 亦都是 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沒有辦法有這個經費 就做這一種的收復 資料管現在正在做這些 一年都可能有十幾步 二十幾步可以做 但是 我們要說但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 自動的調節 其實就等於我們 可能大家都不認識 即是古老一些的 所謂的Telecine 其實那時候電視台 過菲林去膠片 即是由膠片 過去錄影帶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種Telecine 就是會自動調整 按照電視播出來的規格 那個亮度 你不夠光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跳的 會自動幫你調教光度 那就變成 看出來會有畫面看 但因為那時候電視又差 有的看已經很開心 所以其實它是按照一個standard 一個統一畫一的standard 去做出來的 其實它是在損害 同樣是在損害你的畫面 可能你的畫面根本就是要黑的 它突然間跟你調光 因為它不知道你的畫面內容是什麼 它就將你調光 又或者你本身可能那場戲 都是日景 但因為菲林本身的質素 是不知為何它可能是下降了 它又將你故意調光 光上加光又變成過 其實是一個很不完善的方法 那你要退一步了 那你做不做 但我覺得你做也要告訴別人 這是一個不完善的方法 那只能夠盡做 所以這很多很多的原因 令到我們今天看的影片 是困難到不得了 電視台又不會再做了 因為再做就被人罵 因為這個質素 而且電視的質素 已經去到HD 甚至3D 解像度是不得了 怎能夠做影片 所以他們不重視 但他們繼續生財 當然TVB會利用它 所以又有賣TV Super 當然這件事其實是雞能 他們也不會花很大的精力 心機去做好一點的節目 因為這些是很複雜 和很manual的工作 就會變得 然後又在Youtube那裡 但又因為TVB 它作為一個商業機構 作為它的本質 所以它很霸道 當它覺得它要在Youtube頻道 即是推出自己的 Youtube頻道 即是羽衣場片台 它就覺得 因為它擁有這些器的版權 它承認它自己擁有這些版權 我也相信是 譬如它從ATV買了他們的倉庫 那一定有合約 但是ATV都倒閉了 合約怎麼寫都可以 他們怎會是為了保存 或者要公義公平的 contract 就要跟TVB argue 你肯買我就一批賣給你 有多少收拾多少 而TVB呢 他就claim自己 他手上的語片 所有 可能不應該這樣說 他未claim說所有 但他很多的版權 他就說有absolute right 所有的版權都是歸於他的 還有那個版權一直是 叫做perpetual 即是到地球毀滅 都是他的 所以他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他是一個商業機構 因為他是一個很著重商業利益的機構 所以任何有損位 要覺得損位做商業價值的利益的時候 他就一定會採取法律行動 以前Youtube 很多粵語片的謎 或者很多觀眾都是錄了一些錄影帶 當然那些錄影帶都是從兩家電視台錄下來 都有logo 但因為那時候未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他們就會自己上載 其實上載了很多 所以那時候 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 當然Quality有時候 像素又很低 有時候又好些 但起碼看到的來源 sources 是多很多的 很多突然說 原來又有一部電影 從來我們未看過 那些很好心的網友 又會上載上去 就是這樣 但TPP開始決定 設定他的語錄片 語錄場平台 中間有一部份 是需要收費的 所以他就開始 告所有的 所謂在他們眼中 非法或者是傷害了他的商業利益 沒有版權的上載 全部就要寫信去 給Youtube投訴 要他們下架 事實上我也有說過 例如做採員回顧那一部份 那十多集的節目 我有很多片段 有一兩集 還是三四集 都有被TPP告過的 都連那些片段都不可以 都覺得我是 infring了他們的商業利益 又或者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和香港電台拍過一集 是關於董培新先生 即是畫家董培新先生 因為董培新先生 在語錄片的時期 他有一段很重要的時期 就是和先學港聯 是負責美術指導 和片頭設計的 我在那個紀錄片 我和RTHK拍的 都是一個官方的節目 講到董培新先生這一段的經歷 我是想企圖加插 很多片頭設計的片段 又或者關於美術的設計 當然是由RTHK出頭去問TVB 拿回那個版權 RTHK都願意付錢 但是TVB在口拒絕 雖然它是一個官台 它是一個非牟利的官方組織 它亦都願意付錢 原因是什麼 就是你和我有商業競爭 有什麼商業競爭 那些節目都安排在TVB播映 播映的廣告收入都是你TVB的 是一個很荒謬的原因 所以我在電視版本 是他生平這一段很重要的 經歷和貢獻 是要刪除了 整整四分鐘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譬如今天的採員回顧展 我都要問TVB 但是TVB有一道好處 有一道好處 有錢就可以了 當然我們願意付的 亦都盡我們的能力付的 好了 但是為什麼 好像那個朋友 放映之後那個朋友會說 為什麼沒有了一段 為什麼沒有了一段 很多原因 沒有了一段 可能他本身真的 那個剩下下來的烤背 真的沒有了一段 可能他真的斷片斷得很厲害 有可能他損毀很大 那些人後來撥回來 就沒有了一場戲 沒有了一半場戲 這是第一 這是真的沒有辦法 第二就是有很多時候 特別是開始錄影帶 去到VCD或DVD開始流行 亦都有很多擁有製片正如的版權 無論是電影幕後工作者 或者是一些錄影帶商 他不知從哪裡拿到回來 他們不管都出了 所以都出了幾多VCD 後來有些就更新了做DVD 但其實都是那個專家 都是那個很殘破的專家 所以其實可能是像素好一點 都是這樣解釋的 那 因為VCD那時候 這隻碟是有限的 即是容量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那部片突然長了 他就切 切頭切尾 或者切中間 那就變成突然沒有了一場戲了 然後一直下來都沒有人在意 我們坊間找到的 就變成了這些材料 幸好的是資料管右的材料 就完整很多 這是第一個原因 解釋了為什麼有些東西沒有了 現在TPB在語片台 後來他都被Youtube將軍 因為語片 基本上所有語片的音樂 都是罐頭音樂 不單止是古典音樂 甚至是當時很多西片 荷里活西片的配額 那一用了 就intringe了 Youtube版權的條例 也有人投訴也不出奇 但Youtube自己很自覺 他會測試這些情況 那就開始測試TVB TVB又發明了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刪除配額 刪除所有配額 都保留到對白聲 但當然對白聲有少許 Distortion 但都可以的 但刪除配額的時候 就有些正如的聲音 不是 ease 就是 Eins duas 是有喜復的 那是音律 有時開場的音樂已經判斷了音樂版權 他又不理會 他又說2K修復4K修復 四甚麼K 我們4K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不是修復版 他可能由之前 連Inexistence的錄影 Digital都是錄影的版本 過到現在比較先進的HD 即是那些版本 他在過大的時候 那個漲度可能有所提升 有沒有更增加到呢? 可能更增加到很少 但那個絕對不能夠叫做修復 因為沒有修復過 他掃過一次 等於早派 這個悲城城市 他是一個叫做數碼版本 數碼版 他不是一個修復版 因為他未經過 今天我們理解的 逐格逐格非林 去修復他的陰話 看看他有甚麼殘缺 去恢復他的原狀 這個叫做修復restoration的觀念 他只不過是把他原裝的菲林 再掃過一次 變成Digital 當然他有更增加 還有他原裝保存得很好 當時的洗印 充印 是在日本的Imagica 這個充印廠進行 日本人對這件事是很好的做得 所以我相信他原裝的底片 也好 或者是Internegative 也好 他再重新掃過一次 變成Digital 已經是很好的 可能不是很需要 因為他本身也未必很需要 一個很大程度的修復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而可怕的地方 就是TVB 他拿到的可能是殘缺敲背 或是為了適合他們的某種原因 甚至是預片台也是 即是他可能都是 他手上擁有的已經沒有了一部分 或是他事後 沒有了一部分 沒有了一部分 沒有了中間一部分 沒有了 關他事也好 不關他事也好 他們現在提供給我們的烤背 就是那個 但是我們在資料本 是看過一些完整一點的烤背 譬如一個例子 赴宇寺 開頭 就算在網上找到 YouTube 那一個 也沒有了開場 大概五分鐘左右 又或者這個原來我父兄 就算我們這次放原來我父兄 也是 一開始的時候 中間也沒有了大概五分鐘 至少 就是片頭之後 即是PROLOG之後 一進來就 謝賢即是死 但是謝賢未死之前 還有一段 是他和嘉玲 在香港的情況 怎樣找工作 開始很辛苦 然後突然聽到他老爸 原來是破產 跟著他老爸自殺 然後他才越來越艱難 慢慢就跡路成疾 才死 所以這些很多很多都是 譬如當晚的朋友提出 清明時代好像有一段 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一段 原來是錯過的 又或者容世成教授 跟我們講這個座談的時候 他就說 紅花俠到原來都有一段是錯過的 我初以為他 擁有那個片段 但誰知道原來是錯過的 但從劇情的推斷 的確應該是那一場戲 是沒有了一半的 這完全是無能為力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粵語片的苦難 也都是苦難的語片 當然如果你不覺得這個是苦難的話 當然這個是我們對語片的感情 所以在這裡只能夠呼籲一件事 就是如果坊間很多熱愛語片的朋友 他還在保存一些VHS的敲背 因為開始的時期好些 他們的觀念沒有那麼商業 沒有每次計算利益 甚至一晚廣告的時間 就是那個系統不太硬的 所以他們放映的時候 殘缺的情況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很多都是 當時還有錄影帶時段 電視台不時還在放粵語片 甚至深夜都放 那些版本可能是齊全一些的 中間再有些是日室 不見了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那時候還可以有錄影的 如果有那些錄影帶的朋友 快點現在去 現在外面也有很多人幫你 由錄影帶轉做這個Digital 盡量保持一個Digital 如果可以的話 起碼在我們私人範圍裏 做一個流通也好 做一個交流也好 這是一個無論對研究 或者熱愛語片 其實當時包括國語片 我覺得這個作用還是有的 而且是一個功德無量的一件事 至於你說好些後來 是否邵氏賣給天影 其實都是差的 不過邵氏好在 因為B型邵氏 他因為有一個地方 因為他那個建設設施 亦都比較原備 所以那些菲林 所以原裝的東西 是保存得比較好 所以他賣給700多部電影 賣給天影的時候 天影的時候 都說要做一個restoration 其實那不是一個restoration 他們都是重新再scan一次 但是他們設定了一個制度 那時候的軟件是怎樣 就是把色彩 調整了 紅色就是這種紅色的 藍色就是這種藍色的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 你去看天影邵氏的電影 色彩很艷麗 很亮麗 但其實所有色彩 都是同一個顏色出來的 所有亮度都是同一個 其實已經是毀壞了原本 原本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而這件事也在修復 現在這個過程都出現的 就是你修復得不好 就變成現在只有這個修復版本 可能是錯的 那些地方 那原版在哪裏 原版的owner可能就劈了 就不要了 因為他覺得修復了好些 但我們還要知道 即使現在修復得很好 Digital有朝一日 都可能消失 消失之前 又會散失了多少 所以這是一個永恆的問題 我們一天沒有這個意識 政府也沒有這個意識 工業也沒有這個意識 這個悲劇是會不斷發生的 也講得太長篇 今天就到這裏為止 自從我了解了你的身世之後 我發現你是這個世上 最值得驕傲的女生 我答應你 人死了 我死了也回來 我死了 我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